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其是在利用对杀的手筋或者说是利用打结对杀的这么一个技巧的形式下 如何去占取便宜或者说是在利用对杀的过程中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么本期节目我将继续给大家讲解对杀的有关于结征的这么一个部分 好 首先还是来看一下上期的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这条题 好 我们看这条题呢是白仙 白棋这个四颗棋子这个有四口气 看上去是很有力的这么一个位置 那么现在要与黑棋进行对杀 但其实这条题难度是比较大的 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说过 这个黑棋的这个角啊 其实看上去只有两口气 但是非常有弹性 那么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中也给大家简单的去拆解了一下这条题 就是说最简单的打吃 按一班 这个时候黑棋可以弯 那么这样呢白棋就反而是卖一棋被杀了 那么你还有这个打吃 这也不行 这样被黑棋立 这就死掉了 那么这打吃了班 虽然说这个可以很顽强的做一个打结 这个并不是尽死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如果打吃了班的话 并不是尽死 打吃的时候还可以一路打结 但这个打结对白棋来说负担过重 这个打结负担太重了 如果打败了的话就损失太惨重 而且黑棋可以立 这立也可以当结财找 就比如说黑棋提结 白棋找个结提回来 黑棋再立 这白棋同样不能提 你提的话被黑棋 那么这个对杀依然是白棋卖一棋 那你就只有收棋 那这个提 就是说这个黑棋可以再继续提回来 那么这个结对白棋来说实在是太不利了 这个白棋是不能考虑的 我们在学习这个打结的同时 我们可以要看一下 这是说 大家也会发现 有很多局面下 就比如说这道题 或者说实战 我们待会也会经常遇到一些局面 那么有很多种打结的方法 不止一种 就是有的时候打结的方法有很多种 但是怎么下最合适 怎么下最便宜 这个就是需要大家开动脑筋了 这个是很有学问的 并不是说我走成打结 那么就成功 那是不对的 打结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 但是结果上的差异其实是很大的 好 我们接下来还是说这道题 那这个打吃和这个打吃都不好 我们再来看 其他的下方 比如说白棋拖这个怎么样 拖这个呢 不对 这个同样是不对的 这个拖的方向就是反了 我们看拖这个的时候 黑棋首先黑棋不能团 如果团的话被白棋搬 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进气节 我看无论你是打哪个 你打这个 他就可以打吃 这进气节 你打这个 他从这打吃 那同样也是进气节 那这个黑棋是不对的 但是黑棋可以团在这 最大注意 黑棋可以团这个 这个白棋就坏了 那你如果要是接的话 黑棋这时候可以立 白棋度过 黑棋爬 白棋尖 黑棋爬 这个看 黑棋依然是一个进气独立 那么白棋这两个点呢 都不入气 这白棋不行 也就是说黑棋拖 白棋这一拖被黑棋团 这白棋已经不对了 那么你如果爬 这我们之前说过 白棋可以这样打结 但这个打结 就是白棋负担实在是太重 这一打败了 这黑棋都提到外面去了 这白棋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拖 也不是正确的答案 我们大家要注意 就是这个审题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这个每一颗棋子 在棋盘上的作用 当然了 你这颗棋子可能是没什么用 这个对对下来说是没什么用 但是这个黑棋多一个力 大家注意 黑棋多一个力 可能就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拖这个的时候 黑棋团 这个力一个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就多收了白棋一口气 这个力等于是有用的 所以说这个点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包括在实战中 实战队局中也是一样 就是说看到有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棋型 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区别 如果没有区别的话 我们再按照那个下法去下 如果有区别 一定要小心 好 这条棋的正解是拖这个 我们看这条棋的正解 白棋是拖在这 这个是白棋正确的答案 这时候黑棋呢 也是有很多种下法 比较有代表性就是团这个 那么这时候大家注意 千万不能度过 只要一度过的话 就坏了 被黑棋扑 那么你就提这样黑棋打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白棋静死 好 我们看 团的时候不能度过 团的时候要扳在这 这个扳在这之后 这个细形我们可能就刚才就见过了 那你挡这个 我打这个 是进气阶 你挡这边 我打这个 也是进气阶 那所以说 这个团的话 被白棋扳 这个局部将形成一个紧气阶 这个是正解的变化之一 比如说这个团 这个也是可以的 这是正解的变化之一 黑棋还有一种下法 团这个 团这个的时候 也一定要小心 这个时候 也还是不能乱下 比如说你这个街上 这不行 被黑棋打吃 这样白棋就坏了 这你如果打吃 还就可以踢掉 这样的话 白棋如果搬 这被黑棋一拐 这样的是个白棋卖一气 这样是白棋不行 所以说 这个 拖团的时候 白棋这个时候 最正确的下法 就是这个利 一路利 这是一招妙手 这也是 最便宜的一个下法 在局部来说 这是最合适的 那么黑棋呢 当然你直接打吃 这也可以 如果打吃的话 白棋扳子就是紧气阶 那么黑棋就是要先断一下 之后再打吃 这样呢 白棋可以拐 这样白棋虽然搬这个也是结啊 但这个结就是 效果就会差一些 如果黑棋提 那么这个黑棋一招棋就削在这了 这个白棋是不好 所以说我们在做提的时候 不仅要做出这个 打结的这么一个结果 在打结的时候 其实变化有很多 很多种下法都是打结 那我们一定要找出最好的下法 就是白棋可以拐 黑棋提 白棋 这样可以受气 白棋从后面打吃 这是一个局部 形成一个紧气阶 这个是 可以说是双方比较正确的下法吧 这样呢 局部是一个紧气阶 那么所以说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白一拖 拖之后 黑棋有两种下法 团这个和团这个 都是紧气阶 黑棋都是可以接受的 好 那么这道题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学习今天的内容 好 接下来呢 还是为大家讲解两道题目 这两道题呢 非常有代表性 当然难度差距比较大 也希望大家能够那个认真的去学习 好 我们来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左上角的这道题 这道题呢 是黑仙 这道题 我们看黑棋这一六颗棋子 现在被分断 那么他要与白棋进行对杀 这道题看上去是比较的简单 那其实这个里面的变化当然不多 但是就涉及到了 我们学到了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就是如何避解 我们之前所学的 基本上都是去如何去作解 就是如何在与对方对杀的时候 制造那么打结的这一个变化 那么这道题呢 就正好相反了 这道题就是黑棋 如何避免与白棋进行打结 这就是我们所学到的全新的一个领域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首先最简单的下法 我们看 比如说黑棋打吃 这也是一种收戏的方法 这时候白棋我们看 这是不能接的 因为接的话被人家一扑 这简单卖一记 那你同样也不能从外面打吃 被黑棋提 这样白棋也不行 那么这个时候 白棋的正解 就是黑棋如果打吃的话 白棋正确的下法就是在这做一个 我们看这个做一个非常的有意思 这道题非常有意思 这做一个之后呢 黑棋无论你是提这个还是打这个 都想形成一个打结 那么你如果提 当然就不用说了 这白棋可以找结提回来 但你如果想净吃 想形成一个连环结 这时候白棋如果脱先的话 这黑棋提就变成了一个连环结 当然白棋的时候可以收气 那么同样的结果 黑棋这时候不能去提这个了 那么你也就只有提这个打结 所以说这道题呢 如果你黑棋打吃 被白棋这个一做 这个一路一弯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缓一细节 黑棋提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缓一细节 这个结果并不是正解 这个结果并不是正解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种下法 比如说黑棋从外侧收气 那这也不行 白棋就接住就可以了 那么你再收气 那就被别人挡死了 这就黑棋就卖一气被杀了 显然不行 那么你如果扑白棋提 这样也是一个结征 就是这个结果呢 黑棋也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这道题的正解呢 并不是打结 我要给大家提示一下 这道题的正解并不是打结 而是黑棋 我们说过黑棋要避解 要避开打结的变化 要净杀白棋才是正解 正解就是黑棋点 这招点是在实战中也是经常可以用到的一个手筋 所以希望亲密朋友们一定能够牢记 这个点是经常会出现的一招手筋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看一下这个变化 首先白棋如果接 那么黑棋再打持 有了这两招交换之后 黑棋再打持 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一气吃 这样的话呢 就是黑棋可以快一气杀白 那接点的时候 白棋同样也不能接这个 接这个的话 黑棋可以铺 白棋提 黑棋再铺 就白棋的时候 黑棋这个时候要再铺 那白棋 你就只有提 那黑棋再从后面打持 这样呢 也是白棋卖一气 那么也就是说黑棋点的时候 这个接和这个接都不行 那我们看白棋从外侧收气 这也不行 这只要黑棋还是 只要会这招铺 就可以了 白棋提 那么黑棋 这个时候还是再铺 白棋这个位置是接不上的 这个接上就被黑棋把三个提了 那么这个位置也是一个不入的 这一入也是被黑棋提三个 所以说 这棋 就是白棋就只有提 那么黑棋再从外侧打持 这个结果同样也是白棋卖一气 那么所以通过之前我们这个分析 就可以看出来 黑棋只要一点 那么白棋无论如何抵抗 都是徒劳的 那么都将会被黑棋 这个跨越棋吃掉 那么接到棋呢 其实题目并不难 就是点一个 正解就是点一个 可以净杀白棋 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熟练的掌握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学会这个技巧是非常的重要的 在实战中会经常遇到 也是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知识点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右下角这道题 这道题呢 也是黑线 这道题相对来说 就是我认为是我们所学到的 就是之前所学到里面是比较难的一道题了 这道题算是难度很大的一道题 因为给大家讲一下 这道题不仅考验黑棋的 这个对杀的技巧 同样也是对白棋 如何这个破解和如何应对黑棋 这个对杀的手段的一种考验 那么同样就是考验黑白双方的 一个在局部的一个处理方法问题 好 首先我们还是来分析一下这道题 我们看黑棋这两颗棋子对白棋分段 那么显然就是要与白棋这五颗进行对杀 那最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尝试一下 比如说黑棋斑 白棋双 那我们为了把这个棋看得清楚一点 就是假如说你充收气 粘上 你再拐 这行不行 这个显然是不行 这个黑棋显然是慢一气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不充 不充这下不熟气 我直接挡 效果是一样的 黑棋白棋也是加 那么你不充这下 你如果直接扳 他就打这个打这个都可以 这样黑棋呢 是慢一气的 那么所以说黑棋这个简单的扳 这条鞋是不对的 扳一个被人家一双就慢一气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比如说你这个 那被双不行 那我们就先抢占这个要点 这行不行 这个就是更不行 这加一个更字 这大错特错了 这个人家只要一跳 那白棋这头都出去了 这个黑棋还这么与白棋对杀 这显然不行 那比如说 黑棋虽然可以很顽强的 控制白棋出头 黑棋这个下法非常顽强 但是没有用 这白棋只要 我们简单的数气就可以了 一二三四 白棋有四口气 那么黑棋一二三四 黑棋也是四口气 那么这样四气对四气 就显然是白棋快一气 白棋最好的下法是弯这个 这个下法 这个弯完了之后呢 黑棋就慢一气被杀了 好 我们说这个黑棋呢 这个下法当然是不行的 就是首先你要想与对方进行对杀 首先要就是满足一个前提 就是要把对方杀死的情况下 不能让对方出头 或者是让对方做活 这都是不行的 所以说黑棋呢 是一定要在外面封住白棋的这个头 第一手一定要封住白棋的头 那么这个扳的手法不对 我们看一下正解 这条棋正解就是黑棋靠这个 靠这个非常的巧妙 这条棋非常的妙 我们还是看一下这靠白棋有没有什么反击 比如说白棋能不能扳 这不行 扳的话黑棋可以断 那么这时候你就不能来双了 这时候你再来双就被人家一气吃掉了 这个很简单 这这个一气就给吃掉了 这显然是不行的 那么你这时候就只有接 接的时候黑棋在拐吃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因为你外面是跑不出去的 你在跑这个黑棋就直接收气就可以了 这样黑棋直接收气 白棋就慢一气了 所以说你这只有与里面对杀 那我们还是这个 呃 只由于之前已经给大家讲了很多这个对杀收气的问题了 这个气 收气的时候 我们就不摆这个具体变化了 我们数一下气就可以了 一二三四 黑棋有四气 白棋一二三三口气 那么这个显然就是黑棋快一气杀白 好 这个白棋是不行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黑棋靠这个的时候 白棋搬不行 白棋加一个怎么样 好 这跟刚才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黑棋顶 这白棋也是只有接 那么黑棋接 这样呢 就是一个黑棋快一气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靠的时候 白棋如果单顶会怎么样 啊 白棋如果还是双 我不会所动 这个还是双 你搬我不就是双吗 靠的时候我还找房抓药 这个还是双 这个怎么样 但是由于这个棋子啊 一到了这个位置 所以说白棋现在这个顶是不行的 这个双是不行的 我们看黑棋这时候有一招妙手 就是一路斑 这招棋呢 我们在学习锦气法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讲解 介绍过 这个一路斑是一招妙手 就是在这个有双的情况下 黑棋先不要冲 先不要撞气 先斑 是好气 如果白棋挡 那么黑棋再来冲 白棋你只有接 有了这两招交换 我们再打吃 白棋 这样就把白棋一起吃掉了 那你如果 我们看这时候 如果要是没有这两招交换的话 没有搬和挡交换的话 你直接来冲 这就不行了 这人家一接 这就变成三七杀两七了 那你再搬的时候 人家肯定不会来这挡 人家肯定是打吃 或者打这个都可以 所以说这个棋 次序非常重要 黑棋靠白棋 如果顶的话 黑棋呢 是搬这个 我们说搬这个时候 白棋挡不行 那白棋搬这个 同样不行 黑棋还是次序 一定要先走底下 现在底下 把白棋的气撞紧之后 再收上面的气 这白棋只有接 那么黑棋再也冲 这就是一个接不归 白棋就接不上了 所以说这样 白棋不行 这白棋顶 被黑棋一搬 这个棋呢 已经是变成了白棋 卖一气 那么还有就是 你走这个 这也没有用 这个它就退 这时候来顶 这个是没用的 比如说你这个 还是只有阻度啊 不然走什么 被别人度过就行了 就只有挡 那么黑棋一冲 你如果收气 那黑棋可以从后面打持 且不归 那你如果接上了 同样的道理 这下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这下交换没用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黑棋靠 白棋顶的时候 黑棋只要一搬 那这个棋呢 就是黑棋可以净杀白棋 但是我们注意啊 这个我们整个所学的 目前所学的这个系列 叫做这个节征法 那么也就是说 黑棋如果一靠 就把白棋净杀了 那这个显然跟我们学习的内容 也不符 所以这也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这个靠的时候 其实是考验白棋的下法 我们说其实是考验白棋的英手 这时候白棋 也一定不会坐以待毙 如果要是说 这一靠就把白棋净杀了 那也是不对的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说这个双不行 那么这个接显然更不行 那黑棋只要紧气就可以了 那所以说这时候 白棋只有先团这个 先挤一下 这个是先手便宜 这黑棋只有退 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白棋下一招棋 我们再来看 下一招棋是这招棋的关键 那么你如果走这个 我们之前说过 走这个是不行的 被黑棋搬 这个次序交换了一下 但是实际上结果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那么你走这个 这当然更不行 这被黑棋击 这白棋只剩下两口气了 显然不行 那么你挡 挡这个也不行 黑棋有一招妙手 就是小尖 这只有挡 这些尖完之后 黑棋再冲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就是白棋不入器 两边不入器的这么一个棋型 那显然白棋也不行 那白棋的正解 这小棋的正解就是 先抢占这个小尖 还是我们说的 敌制要点 我制要点 先把这个小尖占了 这是最关键的一手棋 那么黑棋这个时候呢 就只有来收棋了 不论你说的挡还是挤 这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比如说看一下挡这个 看一下挤吧 这比较简明 这时候白棋挡 这下交换之后 白棋再来挡 那么黑棋就只有打吃 白棋打吃 可以提掉 这个时候白棋可以打这个 这样将形成一个锦气结 这是本题的正解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白棋间黑如果挡 那么结果也是一样的 白棋也是挡 黑棋打吃 好 这时候大家注意 千万别别去接 这个不能接 如果接的话 黑棋从下面一打吃 这样白棋就被黑棋 一起吃掉了 那么还是同样的道理 从外面打吃 踢掉 再打 局部将形成一个锦气结 这个锦气结呢 也就是本题的正结 好 我们来重头回顾一下这道题 首先这道题 我们说这道题是考验黑棋 第一手要靠 绝对不能随手去搬 这个要紧气的话是要靠 这道题本身就很妙 那么白棋如果顶的话呢 黑棋的这个一路搬又是妙手 所以说这个靠 是本题的第一个解题关键 那么紧接着我们说白棋看到了这个顶不行的这个变化 之后白棋呢也不能坐以待毙 那白棋的妙手就是 先团完了之后小肩 这个也是本题的第二个解题关键 这也是白棋的最强抵抗的下法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黑棋挡 然后白棋再挡 双方形成一个锦气结 好我们通过学习这两道题啊 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 打结 对杀过程中这个如何 这道题是如何避开打结 这道题是如何 利用这个局部的提醒来做出打结 所以说这个对杀过程中打结是非常常见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好也希望大家能够熟练的掌握 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 好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题目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呢也是黑棋 啊 棋型非常的有趣 黑棋的这五颗棋子 与白棋五颗棋子 那么这两个是并排站 啊 看上去长得都一样 那么双方也是一人都五口气 啊 有的亲密可能就问了 那这道题有什么难度啊 这道题不是太简单了吗 这收气就完了 啊 双方一人五口气 那么我先下 你也不能做活 啊 收气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比如说你最简单的就是从头开始收气 啊 那当然白棋如果要是也收气的话 那就就不用不用我们继续摆了 那这个很显然就是黑棋可以快一气 但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呢 可以倒 这样黑棋 这个值三 黑就只有去点 我们看白棋可以提结 那这个黑棋 显然就不是正确答案 这样的话 虽然是一个缓气结 而且缓的气很多 啊 缓了三气 但是这个 毕竟是一个打结 啊 那这个棋型毕竟是一个打结 那么形成打结 这道题 黑棋就不对 就是黑棋失败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黑棋这个简单的不动脑筋呢 这个班是不成立的 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看这道题就是呃 今天所学到的一个新的内容 就是避结法 就是黑棋 在与白棋对杀的过程中 如何避免打结 啊 不跟对方形成打结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啊 也是我们今天呃 所学的内容的一种复习吧 希望大家能够仔细思考 然后去解答这道题 好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掌握了一种新的技巧 就是避结法 啊 也希望大家能够熟练的应用 在实战中能够熟练的掌握 好 今天的内容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